出来了 咱们后面给它画一棵松树 松树的话就说 就是画这个松树的一个 这个一截干 然后一个松枝 就感觉这个松树很高档 松树呢 这种古松 它的村法树干是榆林村 就好像这个榆林 那个林片一样 但是用笔一定要 很果断 很苍这种感觉 身上的这种八流 它感觉是年寸很长了 老的枝干断了以后 留下的这种感觉 干一定要仓嘛 榆林一样 但是不能规则 就有大有小 有松有散 就年寸在擦这种感觉 把这种很苍的感觉出来 一定有苍劲 苍老 这样的话就说 这松干 就第一遍出来了 一会干了以后 咱们要再来一遍 寂寞的这种感觉 把这种体积感 仓厚感画出来 然后松树 就松树就是松叶啊 因为松树百树 它们都属于螺子之物 包括山树 它这个松针呀 就是它是这种 小扇面形 或者圆形 团形 它是有组合的 一片片的 它画成这种形状的 要有力度 而且这种书写性 一定要有 历代画松树的名价 也非常的多 就各有风貌 画好一定胆子要大 下笔不能犹豫 讲大胆落寞 小心收拾 就每一笔都是中锋行笔 我这一笔都可以 就每一笔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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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这种浓淡变化 层次感要有 包括这枝子上可以点点苍苔 抬点 感觉这个松树啊 更加的苍老 这儿呢可以画上个松球 松躺 增加情趣 小一点就行了 小一点就行了 这个抬点其实它就指树上的一些苔藓 或者一些其他的复生的东西了 并不一定有这种形象 包括石头上了 但是加上以后 它这种风暴就出来了 感觉松树它就是那样的 一会儿一会儿 咱们把这个松盖再吹一遍